谁来救救奥特兄弟 泰罗和艾斯在怪兽牧场被抓 西卡利背弃信仰投靠了黑暗四天王 只为获得强大的力量 毕竟蓝奥的战斗力都很低 所以容易黑化的基本都是蓝奥了 M78星云的警备队收到了西卡利的奥特签名 怪兽牧场发生一变 急需支援 左飞直接派出泰罗和艾斯前去营救西卡利 为了求稳 他们还给离怪兽牧场比较近的孟里优斯 发送了奥特签名 途中 老孟遭遇了一股寒流 就在他疑惑时 旁边的陨石发出了一道激光打中了他 失去平衡的老孟掉落在附近的星球上 起身一看 竟然是格罗扎姆 面对他的远程攻击 老孟用陨石当掩体 然后推着陨石一路往前冲 直接和格罗扎姆进身站 调整姿势飞过去 一脚把他踹在地上 抡起拳头就锤 但很快就被格罗扎姆正脱开了 不知死活的他竟主动找老孟进身站 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勇气啊 莫非是梁静如他爸给的 很快 老孟就放倒了格罗扎姆 就在他准备挥拳时 英普来扎出现了 这不讲伍德的玩意 果然是没脸没皮 但这铁疙瘩确实强 搭配了最新款的涡轮增压炮 怪家堪比透视怪的热成像 让老孟躲都没地方躲 这还不算完 有脸有皮的格罗扎姆还在一旁搞偷袭 这谁能顶得住了 还好格罗扎姆有点伍德 抱完刚才被老孟暴打的仇后 就去办大事了 不得不说 这小伙还挺记仇的 此时英普来扎又准备搞偷袭了 老孟赶紧侧身躲开 然后甩出两道光波收点利息 再一拳震起碎石形成掩体 不停的高速移动 脱离英普来扎的视线 嫌麻烦的英普来扎 直接横向360度无死角射击 结果被高空落下的老孟几件咔嚓掉 怎料这家伙竟然还会一心换影 打了老孟一个措手不及 就在英普来扎要干掉老孟时 机械扎母出现了 英普来扎立马调转炮头对准了他 这波B装的我只能给机械扎母打9分 还有一分不给是因为他出场 竟然不自带BGM 不过这飞身一剑倒是挺帅的 还是给他满分吧 得救后的老孟虽然身负重伤 但他还是想去怪兽牧场 营救西卡利 一旁的机械扎母很是不解 他不明白老孟为什么这么在意伙伴 当孟比优斯来到怪兽牧场后 竟然看到泰罗和艾斯被抓了 他赶紧跑过去 结果被黑暗四天王给拦住了 四王用两奥的性命威胁老孟 让老孟前往烈焰谷 替他们拿回终极战斗仪 看着老孟疑惑的样子 美菲拉斯出来装逼了 终极战斗仪加上我手里的皇帝怨念 是可以复活黑暗皇帝安培拉星人的 就在老孟思考利弊时 西卡利出现了 他背叛光之国投靠了黑暗四天王 只为获得强大的力量 虽然蓝傲智商高 但战斗力超低 这是所有蓝傲心中的痛 于是他举荐对准了老孟 因为烈焰谷的温度超高 只有烈焰形态的老孟才能扛得住 当老孟看到西卡利的眼神后 瞬间做出了选择 决定去烈焰谷拿来终极战斗仪 然后他便身为烈焰形态 直接钻穿地表 来到了下面的烈焰五 可就在这时 机械扎姆来了 原来他一直都在尾随老孟 因为他对这种战友情很感兴趣 所以决定下来帮老孟 当他俩穿过火墙来到里面后 直接半跪在地 这里的温度实在太高了 导致他俩只能慢慢往前走 突然一个火球飞了过来 他们赶紧侧身躲避 而镇守这里的竟然是EX截顿 没有过多的废话 双方见面就开打 但他俩完全不是截顿的对手 被压制得毫无还手之力 于是老孟选择自己拖住截顿 让机械扎姆去拿终极战斗仪 结果截顿一脚踹开老孟 然后回头就是一发火球 炸飞了机械扎姆 踩到岩浆的他 直接全身燃起了火焰 就在身后的截顿补刀时 老孟挺身而出挡下的这一击 差点被炸得领了盒饭 看到老孟伤得这么重 机械扎姆很生气 提着刀就冲了上去 想要找回场子为老孟报仇 不过这不他属实想多了 直接被截顿一发火球 对到了岩浆上 就在他快要撑不住时 老孟抓住了他的手 想要拉他上来 一旁的杰顿对着老孟拳打脚踢 很快就把他打成了红灯 关键时刻 老孟爆发出全部力量 把机械扎姆扔到了另外一边 然后自己踩着岩浆跑了过去 是不是很像你们曾经为了 爱情奋不顾身的样子 最终他俩合力打破了 终极战斗仪的封印 得到能量补充的老孟 直接满血复活 杰顿也被他俩一人一箭砍爆了 经过这次并肩作战 他俩结下了身后的友谊 机械扎姆也似乎明白了 什么是伙伴 就在这时 上面的岩浆脱落 机械扎姆赶紧冲上前 推开老孟 选择牺牲自己来挽救伙伴 黑暗四天王很激动 因为他们看到孟比优斯 真的把终极战斗仪带过来了 他们也终于能复活 黑暗皇帝安培拉星人了 可就在他们高兴时 希卡丽趁机抢走了终极战斗仪 原来他只是假装背叛光之国 一切的隐忍都是为了这一刻 他高举终极战斗仪 强大的能量不仅打破了这里的结界 还让两奥直接满血复活 接着 希卡丽和老孟各自释放光线 帮他们挣脱了束缚 可怜的四天王从始至终 都被希卡丽玩弄于鼓掌之间 不得不说 蓝奥的智商是真的高 泰罗把终极战斗仪交给受伤的老孟保管 然后带着艾斯和希卡丽冲向了四天王 战力爆表的泰罗打的 第四雷姆毫无还手之力 一记斯特利姆光线就干掉了他 希卡丽也不甘示弱 不但能一的打两个 还能稳稳占据上风 简直是文武双全 至于艾斯就更不用担心了 自然是不会掉链子的 一记梅塔利姆光线就干掉了对手 还没死的美菲拉斯和格罗扎姆 被四奥围住 为了复活黑暗皇帝 丧心病狂的美菲拉斯 竟献祭了格罗扎姆 拿到终极战斗仪后 他将皇帝的怨念注入进去 战斗仪飞向天空 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确定目标后就射出了一道红光 机械扎姆复活了 原来他是黑暗皇帝的复活装置 只要把战斗仪再插进他的胸口 就能复活黑暗皇帝了 就在战斗仪要插进去时 众奥发出光线阻拦 却被他随手一挥就挡住了 手持战斗仪的机械扎姆战力爆表 直接玩爆四奥 打斗过程中 他控制战斗仪去对付希卡丽和艾斯 自己则是追着泰罗一顿爆锤 一脚踹飞了他 腾出手后又轻松放倒了希卡丽和艾斯 可就在他要重新拿回战斗仪时 却被老梦中途截胡了 老梦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唤醒原本的机械扎姆 面对他的进攻 老梦根本不躲 站着给他砍 这让我想起了扎扎灰的一句话 是兄弟就来砍我吧 期间从老梦身上溢出的能量在空中汇聚 最终进入到了机械扎姆体内 唤醒了原本的机械扎姆 正要寒暄两句 美菲拉斯就踹开了老梦 把战斗仪插进了机械扎姆体内 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被身后的希卡丽干掉了 此时 机械扎姆的身体正在发生改变 黑暗皇帝就快要复活了 艾斯提议释放光线摧毁机械扎姆 可老梦却始终下不去手 突然 机械扎姆恢复了清醒 他请求老梦结果自己 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后 老梦最终还是做出了选择 他浑身爆发出炽热的火焰 静止冲向了机械扎姆 伴随一阵巨大的爆炸过后 机械扎姆的配件掉落在了地上 可惜四奥不知道的是 战斗仪并没有被摧毁 并且另一场危机也正在悄然逼近 关注小影 看下集